嘿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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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次片更新又來了 那這次有什麼改變呢 我的看法 話不多說我們出發 第一張蟻人哦 這個效果從加三戰鬥力變成加四戰鬥力 那其實這個就是不如小補的 現在這大環境啊算是一個戰力膨脹 所以也讓蟻人多一攻 或許或許持續留 或是持續上有機會崛起 但目前看起來是還好多一攻就只是 對我來說是一個彌補這個 戰力膨脹的問題 第二張雅美麗加從二能三攻變成一能二攻 這一張卡也算是一張未知數 或是說有機會成為一能量的萬用卡 就是說新手牌組有缺卡的話就用雅美麗加 我覺得算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一能換到四攻的價值 所以零那段卡加戰鬥就變成一能量換到四攻 這個性價比其實是還不錯的 但這張卡我可能會放進特定流派 或是我真的沒有牌的話 我才會放這張卡算是一張基圖款的萬用卡 我覺得這是一個也算是一個不錯的改動啦 就是你想不到放什麼伊貝卡 換一張雅美麗加 如果是老玩家的話都知道 賺到是已經經過了三番的改動 現在又變成二能二攻 原本我記得是一能二攻 那這樣子改動影響到的是野獸流 以及我們的摧毀流 那最影響的算是我們摧毀流 算是一個小小的Nerf 摧毀流每一個能量都要精打氣鑽 那如果鑽造者變成二能量的話 對鑽毀流來說其實我是覺得會相對的卡手 甚至可能未來我就不放鑽造師了 在這個鑽毀流上面啊 會換什麼的話再看看囉 初音變成原本是移動一次加油戰鬥 變成加油戰鬥力 所以我覺得也是戰力膨脹的 通貨膨脹下的財物 移動流 我覺得官方始終不敢動移動流 因為移動流這個東西 你們會想說為什麼移動流一直不加強 因為移動流只要一加強的話 真的會世界大亂 如果他原本從向左移變成可以向右移 等等諸如此類的 所以官方一直很久很久不肯動持 移動流 但是現在這個捨棄版本這麼強 我覺得有機會有一套有一套有一套 有一天一定會有移動版本 雖然我對移動流不是很理解 但如果你是移動流愛好者 就是再等等吧 那這個加6戰鬥力 就在P2新手時期的話是還不錯啦 三能六攻 剪弦變成三能七攻 從你的手中丟棄一張卡 這一張卡也是通過膨脹的角度 所以你這幾張OTL 有幾張都是通過膨脹下的慘度 或是新手時期缺卡用的這張界限 其實在劍仙在新手時期算是一張高體質 而且很好玩 玩那種傳統的天氣蛇是非常強的 但是你進入到P3以後 這個牌可能沒有影響的這麼多 因為我不如就選擇王刃 王刃多一費 多這一費差很多啦 每一回多一費 等於來說王刃其實已經間接了 其他在劍仙 而還有其他在吸血鬼牛 所以這個劍仙呢 就算我排起了還是不會用他 因為他多了一攻 真的是沒有什麼 3能8攻的話可能考慮一下 或是3能9攻可能考慮一下 這樣就真的是太超過了 所以這張就是通過膨脹下的改動 可有可無 聽口可無階可有4能5攻 變得4能5攻 尺症狗 從3能2攻 變成4能5攻 3能5攻 這張小魔力的 真的還是蠻強的 薩諾斯綠蛋你第三回合還是可以穩定的出鎖子狗 而且可以讓薩諾斯加快綠牌 或是說海拉 你就用白光花火拉出來這個鎖子狗 變成一個四能五光的鎖子狗 也是相對的噁心 或者是說四回合鎖子狗 五回合白光花火 其實這個構築是沒有什麼太大的影響 那有一定會影響 但是整個大環境 你們可以看到剛剛上書的牌 其實沒有什麼變 所有等等介紹的黑影 可能黑影可能沒有這麼強以外 我覺得現在的 我現在已經開始講了未來改動 還是就講了就講了吧 有可能還是以薩諾斯海拉強勢為主 這個四能五光覺得狗狗還是有價值的 甚至還是可以跟砂寶座連動哦 宇宙數字 當從二能靈弓變成五能四光 這個改動還蠻有意思的 但是他原本是二能靈弓 我會自己覺得他會跟未來的小精靈 不知道小精靈的話可以去看我的上一個影片的介紹 或者是說其他牌就介紹這個下個月新卡 這個改動就是預防性樂 呃 如果是五能四光的雙倍手段零碟巨蛋 這種手段跳費到五倍的話 第三回合跳 第四回合出這個五倍的五能四光 我覺得是相對的虧 然後你還要去把這個位子給正走住 呃 所以我覺得他可能放在魔劍克的這種大牌牌組 加快抽牌 抽完十二張牌 是一個不錯的表現 呃 變成五能四光 那這個絕對是大大的那股啊 這個黑鷹以前最強的手段就是說殺寶 打出殺寶以後可以跟上氣加黑鷹的聯動 這一個手段被終結以後黑鷹真的很尷尬 我是覺得黑鷹真的不缺拿現在的四光啊 簡單來說就是給他一點體質的補正 所以黑鷹真的會消失嗎 我覺得有可能除非未來的構築 又除非未來的構築 可以讓黑鷹加強 但我看起來是很難喔 你在第六回合只能打5加1 你能想到的5加一個黑鷹加綠耳魔嗎 我覺得是非常尷尬的 那如果說你三個點位第五回合裸下黑鷹的話 你一定會被解掉 所以黑鷹這個石頭黑鷹我覺得可能真的會消失 或者說沒有這麼強 可能從這個T1 變成T1.5或者T2了 有可能這個黑鷹真的雨落了 那整體的環境啊 我覺得稍微可惜是沒有動到這個一直很強勢的捨棄海拉 跟這個薩諾斯有可能 因為這只是OTA更新 大家都知道冒昧順戰會有OTA更新 跟能力平衡的更新啊 所以下次改動可能才會動到海拉 周圍的牌組說不定 我自己還蠻喜歡海拉牌組動一下的啦 你不用說大招嘛 你可以小招一點 因為我覺得搶兩個月也玩的有點膩了 而且三月我自己很期待 三月的新環境到來啊 不要讓我說 好了這次的即時篇 就先到這裡啦 有什麼鬼鬼流 我們下見 斷造詩篇二倍啦